到时列宁同族即是成立了远东共和,宣布远东共和的领土包括哈尔滨和中东铁路辖区。在日本人和捷克人通通撤退,而美国人根本不来的时候,他们轻而易举赶走了霍尔瓦特和白军,占领了整个中东铁路。 日本人其实是在当时有能力赶走有翼为风的布尔斯维克的。要注意,日本人在斯大林时期已经打不过苏联募军了。但是在列宁时期,托罗斯基的那几杆烂枪是会被日本军队轻易地赶上海的,但是日本人还是不赶。日本人仍然没有自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其实日本人可以多做一点,他不赶,他一再地坐视良心。 这是所谓的避原外交,尽管这件事情不是避原所做的。所以后来日本泛亚主义的认为他是卖国籍的,并没有冤枉他们,意识上没有谁是真正受冤枉的。 老实说,如果认真考察历史细节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上帝存在和人事的绝好证据。 就是说,全人类都是罪该万事、罪孽深重的,而且他们无论是落到谁的手里面,做了多残的待遇,跟他们真正犯下的罪孽相比,其实都是重庆处罚的人。 这就充分证明,世界是上帝所独宰的世界,因为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凡人会这么仁慈。只要是人当法官的话,是绝对不可能那么重庆发落的。 所以,可怜的碧原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日本人、日本的英美派和全世界大多数发明所谓的好人,但是其实他们跟所有人一样,跟吃了原地蛋的广岛人一样,都是罪有应得,而且受的罪跟他们犯下的错误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是重庆处罚的。 都是这样的人。日本人当时完全可以在协欧撤退以后拿下中东铁路,布尔什维克和远东铁路是挡不住他的,而且只要日本人在中东铁路的话,远东铁路就不敢撤销,因为列宁需要的一个法庆国。 拿下中东铁路以后,远东共和就不敢撤销了。那样的话,远东共和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今天还会在实验的地图上,它顶多会变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像卡雷利亚共和国或者是爱沙尼亚的。 当然,美国人撤退的观念还是因为美国人没有利益,毕业意识也是毕业意识的。 如果美国人在1907年就在满洲发现了石油,在1919年已经有相当多的美国人持有石油股票以后,那么共和党政府是不敢从满洲撤军的。 就像是他们不敢从夏威夷撤军或者是从巴拉玛撤军一样,齐尔多罗斯福的政府和哈定和克里茲的政府都会维持学业国管制委员会的存在的。 而学业国管制委员会的存在是可以避免事后日本和西方的分裂的,因为在这个强有力的靠山和这面日本最需要大旗的保护之下,日本民间的反对力量是不可能动摇建制派坚决定跟英美的决心的。 英美联合保护日本对日本来说只是比英日同盟更好,而英日同盟之所以被解散,主要是因为美国施加压力结果,而美国施加压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满洲和日本势力范围都没有美国的事。 如果有美国的话,而整个日本都会变成美国的附庸国,满洲会变成美国过剩资本倾斜的地方,那么形势完全不同。 美国人会让他们一贯的威尔逊主义作风,支持中华民国的法统政府,那当然就是张作霖元帅的军政策。 在山海关设立由三个英国人、四个法国人、五个意大利人、一百六十个南斯拉夫人和八万日本人组成的国际联盟维和部队,阻止白头洗率领的党军北上。 于是,中华民国合法政府流亡满洲,就像1960年的中华民国合法政府流亡了台湾一样,苏联傀儡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占据中华民国的大部分领土,但是不合法政府。 但是你也不要指望美国人有任何兴趣派军队去反攻大陆,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张学良在继承了张作霖的总统或者大元帅职位以后,希望反攻大陆,我是说被罗斯福总统严厉的制度了。 罗斯福总统希望他把全部资金来建设满洲,让美国投资者不受损失。至于美国投资者根本没有什么投资,只有愿意牺牲自己脑袋的传教士活动的山东或者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让布兰斯威克去折腾也就可以了。 于是,日本和满洲都会在三十年代变成美国的附庸国,而苏联用一系列的反冲国把帝国主义体系包围起来,北方远东共和国,西方蒙古人民共和国,南方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整个结构就会变成这样,然后日本就不可能再参加轴心国的体系了,它会以美国附庸国的身份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加入到英国的地方。 谢谢大家。